大家好,我是薄荷 人们很容易将便秘、素便、产生肥胖、脸上长痘、脸色暗黄等几个词与联系在一起 一天排一次便或者多排几次 可以使身体轻松干净没有毒素 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素便这个词在音学上并不存在 只是商家用来宣传的手段 自从素便一词出现以后 扑天盖地的通便茶润肠茶的广告 喝了茶以后确实是有一些效果的 某种化合物直接刺激肠黏膜神经 引起排便反射 直间久了会导致不可逆的肠神经损害 其实大便只是食物的残渣 并没有什么毒素 食物从进嘴到只剩残渣 排出体外这整个过程需要将近30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一天不排一次属于正常的现象 反而是那些一天排好几次的才是不正常的现象 那么什么程度才算得上是便秘呢 一般每周少于三次并伴有大便干节 排便困难的感觉才是便秘的症状 当你出现这种情况时 多吃蔬菜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可以喝一些番茄液达到缓解便秘 沥水消肿的功效 知道它对我们的呼吸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那肺一旦出现问题 对健康就有很大的影响 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两个保护肺部的穴位 首先可以按一按太白穴 太白穴就在脚的内侧 第一植骨小头后下方的凹陷处 那这个穴位为什么能够保护肺部呢 这是因为太白穴在足太阴脾经上 而足太阴脾经呢 其实是经过肺部的 所以呢通过按摩太白穴 可以帮助我们刺激到肺部 有很好的养肺护肺的功效 那刺激这个穴位 可以呢用食指稍微用力的做圈状按摩 以微微感到酸胀痛为度 每天坚持按揉三到五分钟就行 还有就是可以按摩取齿穴 取齿穴呢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 就在胳膊稍微弯曲时 肘横纹尽头的凹陷处 那这个穴位可以呢提升肺功能 按摩时可以呢用大拇指用力的按 按的时候要保持五秒钟 然后呢再抬起来 这样反复按五十次就行 那取齿穴最大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治疗支气管炎 呼吸不畅飞出血等症状 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常按一按 还可以呢帮助 你呢一直困扰着很多人 那想尽各种办法 可是呢怎么也瘦不下来 那今天就给大家呢 说两个比较有用的减肥穴位 效果呢还不错 希望啊对大家呢有帮助 首先是肚子上的关圆穴 在腹部的中线上 从肚脐这里向下量四个手指的位置就是了 那找到穴位我们可以呢用手掌 或者是手指轻轻的揉 每次一般坚持揉15到20分钟 每天早晚都可以揉一次 这样呢效果会更好 那长按这个穴位可以呢控制消化系统 对脂肪的摄取 能够起到很好的减肥效果 而且关圆穴还有气走丹田 活血通落的功效 长期坚持按摩可以增强体质 尤其呢是老年人按摩 有健康长寿的功效 还有就是肚脐上面5寸的上腕穴了 那上腕穴最大的功效就是可以刺激肠道蠕动 按摩时可以呢用中指和食指一起顺时针按揉三分钟左右 经常这样按揉上腕穴能够保护食道 避免饮食过快造成食物淤积在胃部 然后呢产生消化不良的情况 导致体重上升 嗯所以啊正在受肥胖困扰的朋友们 不妨呢试一试这两个穴位吧 少人的烦恼问题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呀推荐两个呢 可以降血压的穴位 没事的时候按一按 可以呢疏通经络 改善血液循环 促使呢血压恢复正常 大家呢不妨可以试一试 首先呢第一个是百慧穴 百慧穴呢我们都知道 它呢又称三阳五慧 是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 找穴位的时候呢 可以沿着两个耳朵尖向上 然后与正中线相交的地方 然后就试了 按摩百慧穴可以两个手的食指一起按 因为用一个手的话 力度呢要轻一点 一般按个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长按百慧穴呢 可以调节微血管的输缩功能 解除呢小动脉精卵 从而呢可以达到降压的效果 所以呀有高血压的朋友呢 不妨试一试 第二个呢是风驰穴 风驰穴呢是在我们这个脖子后面 两个大筋的旁边 与呢耳唇平行的地方 它呢是属于足少阳胆经 那按摩时我们可以呢 自己用自己的两个大拇指来按揉 也是呢按揉三到五分钟 以感觉到酸胀为佳 肠按摩这个血位可以增加炉内血韵 平缓过分兴奋的神经 从而呢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那在利用血位降压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找到准确的血位 所谓呢坚持就是胜利 只要长期坚持啊 就会看到效果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